梁宋恒和游慧珍在11月15日的判决后表示 计划向法庭申请暂缓执行两人议席悬空的命令 即使倾家担产也要上诉到底 国民党前党魁 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认为 两人即使提出上诉获胜也未必能恢复议员的资格 另外 文治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风波 也触发立法会议员宣誓的司法复合浪潮 目前为止至少有十多名非建制派的议员被捡入相关的诉讼 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 大部分个案问题不大 但已延续于散动精神 而当选的刘晓丽议员 其议员资格面临取消的风险较大 你这样的行为逐一等出来 究竟客观上是不是明显地已经表达着呢 我根本我都不愿意去承诺我有关的誓言 这个是会有一个空间 是双方有个争拗 对于是否依照精致判决 对其他有问题的议员提出司法复合 港府表示要先研究判职 尽快处理 清北京的建制派 则纷纷以大快人心来形容梁宋恒及游慧真 持续议员的资格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磐 发自香港的报导 今天发言的裁决 总得有任何证权 请问一下 请问下 心思想 真的 尤其是 启估 嘯 账 5